铁人们泰国真离大铺了 就我和我妈想去巴蒂亚玩几天 然后我正定接机那个车呢 然后上台就问我 需不需要警察来接我 我行我翻身来我抓起来 结果一问我才知道 这人的服务 就只要加钱 就当地的警察开警车来接你 还可以给你开道 就警察开车给我们前面 给我们开道 我就不堵车了 就真够闲的了 然后我问了 警察开警车是7千太多 开摩托车是6千 主要是我也没见过啥样 我就一样都点了一个 走吧咱先去这个泰国 带你们见见警察 人们太吓人了 我们刚下飞机 就跟着警察 哇塞天呐 我以为警察是在门口接机 结果在飞机下面接机啊 咱就是说 本来以为这警察叔叔 就是带我们走下机场 结果办资料的时候 他哭啥把门打开了 不用白队 我现在签证 五分钟就办吧 做取行李也不用签对啊 这边马上就能看到 我订的警车和警摩托了 哇 这个是我们的车 这个是警车 这个是警摩托 这啥车 我去打警察一点帅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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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可以坐警车 谢谢 谢谢 我这辈子第一次坐警车 真的是一年的不堵城了 他一拉那个警机车 就躲不到车里了 我们好像到了 天呐太狠了 这本来三个小时路程 一个点就躲 行了 天呐 今天就这样省着了 我打算和妈早尔睡明天一起看一个BodyLWP的秀 抖晕 得晕 得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